因為其實我錯過了太久了 真的 剛好都有工作再生 剛剛在唱這首 最後一首歌的時候 家家酒見 這就是萬人心海 太美了 我只能說 大家真的是太熱情了 台東粉絲很好控制 我有被他們的真心感動到 對 而且剛剛在合唱的時候 然後再度回到台東跨年 可以跟台東的好朋友們 鄉親文歌迷朋友們在一起 然後度過這個即將要跨越的這個年 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是非常棒的一個體驗 因為其實我錯過了太久了 真的喔 剛好都有工作再生 沒錯 那這次剛剛在唱這首 最後一首歌的時候 家家酒見 這就是萬人心海 太美了 我只能說 大家真的是太熱情了 台東粉絲很好控制 是這樣嗎 不是不是不是 我覺得是 我有被他們的真心感動到 對 真的 而且剛剛在合唱的時候 哇 雖然過來天氣有點鮪魚 但是大家都很熱情 對 覺得說有點心疼 因為下雨了 不過其實這個雨應該是代表說 可以洗刷掉 就是這個年度的不好的東西 給大家帶來新的生計 對 其實心情很溫馨了 很溫馨 這個應該是第二次吧 第二次回來的那種畫面 在台北演出好像特別不一樣的 比較會跳舞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們台東的比較會跳舞 比較會跳舞 對 所以等一下要跳起來 就聽到音樂很敏感 就是他們的顧布很好 馬斯卡 哈囉 哈囉 這個 這是有在播嗎 有 為了迎接我們巨星 他剛剛那個布幕都自己直接打開了 我們就全自動的 全自動 很科技的台東 對 是有感應到你的那個巨星的位置 感應 一定要感應的 對 在那個台東的家鄉要來唱跨年 馬斯卡的心情是怎麼樣 其實心情很溫馨 很溫馨 這個應該是第二次吧 第二次回來台東跨年 也很感謝就是 有這個機會給我回家跨年 就順便就很方便回家 跟家人一起團聚 那在台東跨年 有沒有特別準備什麼 就是跟鄉親的互動 或是比較不一樣的 準備一顆善良的心吧 應該是這樣 所以帶來就是你的微笑 對不對 對 台東人非常的熱情 也很好客 有沒有親戚朋友 特地一定要來看你的演出 對不對 大家都很熟 應該大家都看電視了 對啊 反正他們一直說 你差點趕快回家 然後就喝一下這樣 團聚一下 團聚一下 聽說廣眾有跟你約 他在彩排的時候有透露一下 這個是 就帶他就是 怎麼講 體驗一下那個人文風情嘛 對 來一個對不對 他來到台東畢竟是客人 帶他去體驗一下 燙地的熱情或什麼的 所以叫乾要什麼準備好 還是什麼 對 對 所以他說要進行烤肉 那有要為他準備什麼很特別的食物 或者是你們欣賞已經採館 都已經放好了 其實現在這個時候是我們台東 就是 悲男主的年紀 所以很多悲男主的部落 正在辦他們的年紀 然後 看如果有沒有機會 如果有機會可以 就去帶他去參觀看看 像他妹也是 對嗎 對啊 那其實台東因為真的風很大 對 所以你有沒有感受到說 等一下在台上可能 就是風大會對你有一些什麼影響嗎 還是你有準備什麼 抗風的武器 你看我這個身材 應該是吹不走啦 應該是吹不動吧 所以應該對我來說 沒有太大的影響嘛 對… 那頂多可能麥克風 會有風的聲音這樣子而已吧 那今天彩排的時候 你有沒有 這兩天彩排的時候 你有特別感受到說 這個風很大這件事情嗎 沒有耶 沒有耶 可是可能我們團隊伙食比較好 等數都比較大嘛 大家都滿穩的 對 好啊 那在台東跨年的時候 就特別有親切感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什麼跟在台北演出 好像特別不一樣的 比較會跳舞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們台東的比較會跳舞 比較會跳舞 對 所以等一下要跳起來 聽到音樂很敏感 就是他們的顧服很好 顧得很好 對 顧服很好 對 很會跳 好啊是不是也跟我們的 就是直播的觀眾 還有電視的觀眾 我們先說聲新年快樂囉 好 大家好 我是Mazka 祝各位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謝謝Mazka 歡迎來到台東 謝謝